鹿骨香鳳凰山麒麟壇觀光文化協會 昨日上午在鳳凰谷鳥園 舉辦第三屆茶藝天使選拔 即鹿骨洞鼎茶品名推廣活動 特別請到洪寬法師來帶領大家 從殘座中學習品名 另外在評審以及來賓的觀賞下 由學生們參與的茶藝天使選拔 以兩人一組進行比賽 而主辦單位也安排茶席 讓大家品嘗道地的鹿骨好茶 我是希望說我們的茶文化從下扎根 就是從小朋友開始起 在旁邊跟著爸爸媽媽學 那一邊學茶藝一邊做茶 茶園管理也要學著 等到以後呢 因為這些茶園的工作都是一些勞力的工作 希望說年輕人可以回鄉 來經營我們的茶文化 把我們的茶文化發揚光大 讓大家一起品名健康的茶 每年協會都會舉辦研習體驗課程 讓大家來參與 除了學習各項茶葉相關知識 也推廣在地好茶 因此都吸引許多在地的年輕學子來參加 參加這次活動 他是為了學習 然後因為現在家家戶戶賣茶 其實越來越少了 所以參加這活動 讓大家知道我們還有持續的辦茶葉的活動 不只是讓我們學習 還是為了讓茶的這個行業 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縣緣徐樹霞也到場參與活動 除了肯定協會的用心 也歡迎鄉親到鹿骨香來品嘗好茶 今天的一個舉辦過程當中 我覺得說可以讓我們所有的參與者 社會良多 也希望說大家對於喝茶的一項認知 有更高的提升 所以在這裡也歡迎大家 有空的話可以到我們的鹿骨香來多多喝茶 多多買茶 可以到我們的協會來 跟我們的所有的會員來做一個交流 我相信這對我們的茶的一個認識的 絕對有提升的一個效果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主辦單位 先緣吳瑞芳也呼籲能有更多鄉親 一起來加入學習的行列 為推廣鹿骨在地產業文化 盡一份心理 許理事長很用心已經舉辦今年已經是進入第三年 舉辦這個活動可以傳承我們鹿骨香的茶藝文化 這是一項非常好的活動 希望更多的鄉親能夠來加入這個協會 一起來推廣鹿骨的好茶 今年參與茶藝天使選拔的學員共計有30人 在選拔結束通過測試後今後將出席各大活動協助推廣茶藝文化 也歡迎鄉親到鹿骨香來平民 明新聞鄭志偉鹿骨採訪報導